惊心动魄的56天 香港注释本第四部分 急转直下 5月5日至5月19日 5月11日 十四时局 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一份 署名46楼部分研究生的 所谓紧急建议的大字报 建议策划采取激烈行动 使势态升级 鉴于目前严峻形势 我们建议破釜沉舟 采取如下紧急措施 A 集体绝食 具体时间地点可商量 B 竭尽北京高校之权利 于戈尔巴乔夫访华之日 游行进驻天安门 做最后拼搏 成败在此一举 同胞们一起努力 19时 北京大学筹委会 在二教203教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由天津高自连二名成员 介绍天津学生的情况 北大筹委会宣布 学生要求对话 政府在一个星期内答复 高自连总部一到北大 希望大家签名 要求把戈尔巴乔夫 请来北大演讲 20多名外国记者 和300多名学生到会 15时35分 同济大学学生 1986年学潮的骨干分子 曹建华等决策组的成员 在复旦大学召开记者招待会 世界经济党报 青年报 中国妇女报 上海电视台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的记者出席 会上宣布 组织7人的请愿团 以上海高校联合会名义 赴京请愿 请愿的内容是 一 恢复世界经济导报 总编辑青本利的职务 印发导报439期原版 二 修改 世人大通过的游行条例 三 旧青本利的问题 同江泽民对话 四 要求新闻自由 同时 要质问国务院 导报错在哪里 青本利错在哪里 什么叫做总编负责制 什么叫做新闻自由 会上还宣布 取消上海高校学生联合会名称 启用上海游行组织者新名称 这些人发誓说 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会后有关学校做工作 劝阻无效 7人请愿团 乘162次列车附近 太原学生继续游行 上午山西大学 山西医学院 太原重型机械学院 山西经济管理学院 太原电力专科学校等学校 6000多名学生 游行到省政府大楼门前静坐 要求与省长对话 一些学生污蔑 两会一节是关岛聚会 省委省政府办公厅 负责同志出面与学生对话 海南大学学生继续上街游行 20时50分 2000多名学生 打着打倒关岛 自由万岁 城市贪官等横幅 呼喊口号 在海口市游行 胡启力 瑞幸文 闫名副 王忍之 于11日至13日 分别到新华社 人民日报社 光明日报社 中国青年报社 同新闻界座谈对话 胡启力等认为 新闻改革已经到了 非改革不可的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